大家好 我是陳志遷律師 今天是2024年11月4日 星期一 又是一個星期的開始 我發覺剛剛周末街上多了很多人 又多了車 可能小人北上是不是呢? 各位網友有沒有出去抽高氣爽 有沒有去行山或者到處玩呢?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 美國的總統大選已經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因為明天就是投票日 我會一連兩日和大家緊貼賀錦麗和特朗普的選情 另外我會在這個星期四晚 即是11月7日晚上10至11日做一個一小時的直播 就是分析一下究竟選後中美局勢 到時應該誰贏誰輸 至於新總統是誰就應該會明朗化 希望各位記得收看 好 我們立即開始 今屆的美國總統大選可以說非常緊張 未到最後一刻即是選舉日 都不知道誰會贏 我在之前的美國大選影片之中 我一開始就覺得特朗普會贏 因為他遇刺生還 但之後我就改變立場 到現在為止我都是偏向支持賀錦麗和賀錦麗的勝算 是略高一點 除了因為在上一輪的辯論之中 賀錦麗很冷靜的言論 令到特朗普變得非常激動 令到他有些失控 很明顯在那場辯論中 賀錦麗的表現是比特朗普好很多 而民調也是這樣認為 另外其實美國的演藝界 荷里活的明星都非常支持賀錦麗 除了較早前 美國的超級巨星Taylor Swift 即美國現在是一個icon 表態支持賀錦麗和民主黨之外 最近剛剛我們的復仇者聯盟Avengers 都集體發了一段影片來支持賀錦麗 我想有這些美國的超級巨星 幫助賀錦麗站台 絕對是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意向 因為其實這些巨星對他們的粉絲的影響都很大 特別是Taylor Swift 因為他的粉絲很多是中粉 即是偶像說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 但是當賀錦麗的勝算好像越來越高的時候 美國現任總統 很快就會是前總統的拜登又出來亂說話 說錯話了 他的言論絕對是會令到賀錦麗的選情是有變數的 是有負面的影響 以下下來我會講一講的 事緣就要講回在10月27號 有一位美國的喜劇演員Tony Hancliffe 中逆就是申其利夫出席特朗普的競選集會的時候 他竟然突然說波多黎國是一個飄浮的垃圾島 這個言論絕對是非常有問題 當然是 隨即引起美國人的不滿 說他是不是種族歧視 雖然波多黎國並不是美國的州份 但是他也是屬於美國領土的一部分 而且他的居民是以拉丁裔居多 雖然申其利夫的垃圾島言論只是針對波多黎國 實質上他正在放肆和貶低美國的拉丁裔人士 因為美國也有很多拉丁裔人 他們當然是極之不滿 民主黨當然不會錯失這個機會 就立即指控申其利夫這個嚴重的種族言論 大家都知道其實種族歧視在美國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而種族也可以左右到美國大選 大家看之前奧巴馬兩屆選總統的選情就知道 我們說回垃圾島的言論 雖然這位喜劇演員是由特朗普邀請出席 大家的矛頭當然會指向特朗普 其後特朗普的團隊當然立即做damage control 立即跟這位喜劇演員劃清界線 就立即說 嘉賓的言論是不代表特朗普和共和黨的立場 希望淡化演員的言論 排面看其實這件事是對賀錦麗有利的 因為會更加令到一些不確定的選民 可能是拉丁人或者黑人投票給賀錦麗 這件事絕對是對賀錦麗民主黨的陣營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誰知道局面就來一個大反轉 因為在10月29日 當美國總統拜登開視頻的時候 申其利夫批評拉丁類人是垃圾並不合理 他之後這句就精警了 他說真正唯一的垃圾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這句實在是充滿攻擊性 而且我想拜登是完全沒有想過或者脫稿說 因為他的團隊應該不會讓他說這些話 但大家都知道拜登也不是第一次說錯話 否則也不會讓他不要選總統 雖然白宮和拜登也有即時更正這個言論 做一個傷害控制 但是這樣攻擊性的言論出來 實在是太遲了 傷害控制 因為這件事是直接刺向特朗普的支持者 很明顯這個效果就會令到特朗普的支持者 更加團結和會更加踴躍地衝出來投票 因為他們會更加想證明給拜登和民主黨看 他們不是垃圾 我們就一定要令到特朗普當選 我想令到一些本身是未決定 但是傾向支持特朗普的人士 都會變得更加堅定 是真的出來投票 而特朗普對拜登這個言論的回應 就顯露出他的團隊的功力和他自己的EQ 特朗普就在10月30日 在Weskonsen的一個造勢活動上面 他出場的時候 就故意穿著一件清潔工人的反光背心 和坐在一輛垃圾車上面 就用一個帶有幽默感和搶眼的行動 來諷刺拜登的失言 這件事我實在要給他一個讚 他更加跟他的支持者說 如果你是討厭美國人的話 根本你就不可以成為美國總統 這句話我都覺得是非常有 point 拜登說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但特朗普的支持者當然很多人 都是美國人 這是一個曲線球來打了拜登一巴掌 還要大大力 特朗普很明顯是有想過這些台詞 實在是厲害 當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賀錦麗馬上就要避開了 但我想這次真的比較難 因為賀錦麗是現任的副總統 所以其實拜登說的言論是會絕對燒到他那裡 所以說拜登真的不要讓他說話最對 說多就錯多 最後其實我也想評論美國的總統大選 我經常覺得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真人show 他們就是給美國人一些遠景 說我們會幫你做些什麼 美國人就會投他們票 但每次其實他們的承諾很多都不對現 而我個人認為其實如果以往比較做得好的總統 我覺得是奧巴馬 因為他實在是比較腳踏實地 還有他做的事是真的為美國人 也都是對國際的盟友是比較理性 就算是現在我們看他幫賀錦麗拉票的言論 他是很有個人魅力的 各位網友又覺得哪位美國總統是做得比較好的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也會再回應 好了今天我和各位分析美國大選的最新選情就到這裡 明天我會繼續和大家講一講美國大選最新的民喬結果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這次的分析是有兩份 和說得對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升級一節五 每日一片 和各位說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最新行騙手法 和大家怎樣可以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說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墮發網 我祝各位有一個productive的一週 多謝大家 111 同樣 1 4 6 5